来看到校园消息 国中篮球甲级联赛JHBL圆满落幕了 苗栗县大轮国中的女篮 在准决赛上对上了强敌台南勇人 因为切传失利无缘杀进冠军赛 但最终打败中式汉口守住了季军 而迷人国中男篮则是夺下了第五名的佳击 肯定学子奋战不懈精神 县长徐耀昌是特别的接近表扬 县长徐耀昌及多位议员齐聚县府会议室 欢请大轮国中名人国中 在国中篮球甲级联赛拿下好成绩 虽然这次无法将冠军金杯带回苗栗 但球员们在赛场上坚持永不放弃的精神 值得赞许 县长徐耀昌特别接见表扬 大轮国中女篮还有名人国中男篮 在这一次里面都进入了八强 分别米兰的部分是第三名 南兰的部分是第五名 这个成绩真的是很难得 尤其胡教练他也讲过 参加全国的JHBL的赛事 能够达到前八名都已经算很强 今天能够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再次表示恭喜 连续五天赛事考验选手的体力 抗压性以及临场手感 大轮女篮在准决赛遭遇强敌 台南勇人 采取的区域联防战术切传失利 最无愿拿下金杯 隔日整装再战 最终守住季军 还好我们的成绩也为苗栗县争光 我们男男第五名 女男第三名 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这边当然也在请县长还有教育处在这边 也在继续的帮忙我们 我们苗栗县的优秀运动团队 在培育这个优秀运动 人才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经费 这个抱怨才有办法有这么好的成绩 命人难难 则是面对新北安康过程 主将受伤 后续又带伤上阵 影响实力发挥 虽然我们第一天的赛程 我们的话是大赢的对方 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因为到了篮下冲太快 我们撞成一团 我们的球员的话 受伤了非常多的 都在那一场严重的受伤 也影响了我们之后的一些表现 但是的话 县长的这个温情的话 让我们的孩子 即使是打着止痛针 即使是绑子绷带 我们仍然的话 把第五名带回来了 为苗栗县拿下继军第五名之外 选手徐玉婷 彭玉珍 也获得组公后的个人奖项 县长徐耀昌颁发奖励金 慰绕团队 也兑现承诺宴警两哨大客火锅 即使选手再接再厉 重返荣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